習近平全面備戰 甚至全面在中國內部 這一個收歸黨友 收歸習友的戰略同時呢 美軍也拉高了軍事的 這一個軍備競賽的規格 那這一次空軍部長直接說 要讓中國感到害怕 那明潔美軍事實上 最近也秀出了超級黑科技 對這個美軍 美國空軍部長肯德爾強調說 美軍未來的發展 要讓中國感到害怕 那這個說法 其實背後有不同的意涵 第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要讓中國感到害怕 就是說必須要讓美軍 維持壓倒性的優勢 讓中國不敢對美軍 這個清起戰端 那甚至威脅周邊 包含像台灣的國家 那這個最高的一個戰略目標 當然是避免戰爭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發展 當然要拿出具體的一個手段 那如何讓這個中國解放軍 感到害怕 當然就是美軍的一個 一個新的武器裝備的一個研發 那當然更重要 背後要有一定的一個國防預算做支撐 那我們先談一下這個武器的部分 那這個空軍的部長 他除了強調說 這個要這個對於解放軍的相關 包含核武的各方面的威脅 當然要這個嚴正以待之外 其實美國空軍自己部分 除了NGAD下一代戰機的一個研發之外 這一次他最新這個曝光的消息 是說美軍最新打造的B21的下一代逆中轟炸機 那先前本來外傳只有兩架原型機 那現在他同時講說有五架正在量產 那這動作的確是蠻大 因為過去來講B21的這個轟炸機 他的目的是為了未來能夠取代B2A21架 還有包含像B1B轟炸機45架 這樣未來能夠有一百架的規模 不過現在美國已經決定要增加這個量產的數量 要這個直推145架 也就是說配合未來保留76架B52H轟炸機之外 總共要組成一個220架的一個轟炸機隊 那B21轟炸機最好的性能 當然是他的一個逆中跟這個穿透性 那能夠攜帶的一個 等於說他的一個五掛的這個載重的能力 應該可以比這個B2再來了稍微高一點 那更重要是說他的造價 只要這一個B2逆中轟炸機的四分之一 那目前來講大概預算 大概是每家落在6.39億美元左右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目的就要建立 所謂的一個這個長城轟炸的一個戰略威責的能力 那當然配合核武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希望未來能夠這一個讓中國感到害怕 讓他不敢對美國直接用軍事的方式 來處理雙方的一個衝突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很重要的其他美國空軍的一個 艦軍備戰 最近還有一個也是非常特殊的是說 美國的這個空軍的特戰司令部 跟美國空軍實驗室 正在這個測試一行 由這個MC-136J這樣的一個特戰運輸機 改裝成水陸兩用的運輸機 那這樣水陸兩用運輸機 為什麼需要這樣的一個新的一個 空中的一個武器載具 當然背後也是劍指中國 特別是未來美軍的戰場把鎖定在 可能是在台海南海這些海上區域 那擔心說真正在開戰的時候 可能這些島嶼作戰上面 第一個跑道可能不足 甚至可能被毀損的情況之下 美軍的這些不管是兵力投射 或者是說這個相關的物資的運送 是不是能透過除了這個海軍陸戰隊 做一個遠征的一個基地 在海上的浮動平台之外 空中也能夠快速的運輸兵力投射 特別是這個隸屬空軍的特戰司令部 背後一指就是說特戰兵力能夠非常快速 直抵相關的海空域進行作戰 更重要的是說 也許還能夠運送包含像兩漆的突擊載具 不過因為這樣的一個實驗 其實非常大膽 因為C13動這種運輸機本身 重量就三十幾噸 那他在下面不是機翼下方 是直接機附下面 這一個加裝一個大型 非常大型跟他機身 幾乎一樣大的一個兩漆起降的一個改裝套件 讓他能夠裝裝卸能夠裝上去也能夠拆卸 那必要的時候 可以在所有任何的海域直接在海上降落 而且因為C13動本來他需要的一個起降的一個跑道 就不長 這個降落大概五百公尺起飛 大概不用一千公尺就可以升空 那為什麼還有打造 就表示說美軍有做最壞的打算 如果今天在某個戰區的某一個戰術位置 必要的時候 他是甚至不需要透過周邊國家任何的一個許可 情況之下在海上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兩漆 這個的載具 直接進行這個相關的兵力投射跟運輸 那所以這樣類似的一個軍力的發展 當然背後完完全全 就是為了因應中國可能的威脅